各位弟兄姊妹主来平安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神面前得梦越纳 阿们 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 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 受死 埋 埋葬 第三天 从死里復活 就算是保罗这么心急 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 也再三强调 我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 受死埋葬 第三天復活 如果你计算一计时间 从星期五日落 耶稣 从十字架上 他的身体 被埋葬在坟墓里 一直到星期日的清晨 大概有三十六个小时 不是医生 是基督在坟墓里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复活节 我们每一次来到复活节 可能我们很快 耶稣就复活了 其实不快 一点都不快 最快当然就是耶稣这头在十字架上 说完成了 有一个医生上去 不是 一支枪上去 血和水流出来 真的死了 不用打断他的骨 接着耶稣就复活了 接着耶稣就复活了 中目睽睽之下 耶稣就弃定神行 走下去十字架的下面 于是万室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清阳 这个是你和我最喜欢见到的剧本 但这个不是圣经的记载 没错 福音书并没有着墨 在这三十六个小时 究竟发生什么事 好像一开始就从 他们见到耶稣安葬在阿利玛提人 约室的坟墓里面 他们就回去预备预语节 预备安息日 然后七日的头一日 天未亮的时候 有几个妇女就带着香膏 去要高耶稣的尸体 不过其实如果你留心 你就会发觉四卷福音书 都在复活之后 不停记载 门徒不信 门徒疑惑 你的样子好像不信我说那样 你打开圣经看一看 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第四福音书 如何记载耶稣的复活 刚才我们读过了 两个门徒听见耶稣的尸体从坟墓落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于是彼得和约翰 这里没有说约翰 就是说那门徒 就跑去坟墓 第八节说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 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你说这里说信了 你喜欢读圣经断章取义 读下去 下面那句说什么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你两句加在一起 他们信什么 知不知道 他们不是信耶稣復活 他们信那些女人没有乱说 因为所有的男人都认为那些女人乱说 是不是 到今天都是 天明明光 傻奸奸 找错路 我们去找才对 找对了进去 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哦 姐妹们所说的 原来是真的 是这样的意思 他们不是相信耶稣復活 当然 约翰福音最出名的代表 就是十二使徒当中的多玛 是不是 多玛怎么说 二十四节同一章 不过刚才我们没时间读下去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土马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门同在 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十个门徒 十个使徒 二口同声向多玛说 我们已经看见了主 多玛怎么回应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用手探入他的立旁 什么 我总不信 多坚定 坚定什么 不是坚定相信 坚定不相信 是不是 你看到的 多玛说我总不信 当然后来耶稣向他显然 多玛过来 多玛不敢 我的主 我的神 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 你的样子还是未复 勞家福音 第三卷的福音书 记载 耶稣復活 二十四章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妇女带着香料来到坟墓前 见坟墓石头落开 他们进去找不到耶稣的身体 猜疑之间 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他们就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者里已经復活了 你去 告诉门徒听 其实耶稣一早说了 人子要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復活 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 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 就是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阿娜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父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白纸黑字四个字 使徒听到 以为胡言乱语 就不相信 马可福音 十六章 你找得快不快 我读给你听 马可福音 第十六章 第八节 妇女从坟墓那树逃跑 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第九节 七日的第一日 耶稣先向末大拉玛利亚显现 末大拉的玛利亚第十节 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是他们做什么 静哀动哭入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地马利亚汉见 什么 却是不信 这是以后 门徒中间两个人往乡下去 以马五思路上 走路的时候 耶稣显然 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 告诉其余的门徒听 其余的门徒怎么样 也事不信 看到吗 看到吗 马太福音 你很熟悉的了 你说马太福音最后记载什么 天上地下所有权兵都赐给我了 希伯伦堂弟兄姐妹 十周年堂庆 猜传联会已经识背了 是不是 所以你们要去 前面那句 我们很少读的 猜传联会当然是由第十八节读起 我们由第十六节 十七节读起 怎样说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耶稣约定的 四十八节读起了耶稣约定的 指的是那个臭小子 如果不是他出卖耶稣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大家很紧张 其实之前那两天没有睡过觉 吓得到西马尔徒往下来 吓得西马尼为何这么快睡着 紧张 之后又没有睡过 直到现在一切 软弱 或者令他们对自己很失望 但其实 将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是犹太人的领袖 我们叫他们做宗教领袖 保持距离 这样我们不明白那个感觉 他们是教会牧师 他们是我们的导师 我们查经不明白的时候 是他解释给我们听 他们是从小到大 主学带我们成长的 是我们团契 看着我们结婚 是这一班我们尊敬的属灵长者 是啊 是啊 要这样你才明白的 祭师 掌文士 法利塞人 其实是犹太人当中最虔诚的一班人 尼哥底母半夜来找耶稣 他是一个法利塞人 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法利塞人是谁 保罗 你忘记了 这一班人 竟然决定 耶稣是 窃毒上帝 耶稣说他自己就是同上帝 什么话 我与父缘为一 没有阿伯拉罕 先就有我 怎么可以这样说 不可以 什么话 赦免人的嘴 明明行任时被捉拿的妇人 耶稣为什么不遵行圣经的吩咐 这样的人 犹太人 神的百姓 属于神的子民 拒绝 你说其实还有他们不可以杀死耶稣的 不可以滥用私刑的 你知道的 你明白的 有权判死刑的是比拉多 是罗马的法治文明 罗马是以法律治国的 罗马最出名的是什么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懂得解这句话吗 不懂 条条高铁通北京 你笑而已 你都不懂解 就是你够胆 有多少人 受苦自居人 坐上高铁 很高兴就去到了 不怕失事 车位人亡 不会 是文明 不是开玩笑 你忘记了波音737max 是啊 我们不是说科技 我们是说罗马帝国的太平 罗马的法律 能够保障所有的人 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 条条大道 无论你经商 无论你探亲 无论你求学 你做什么都好 你平安无事 不容易的 所以罗马 不是我们心目中 哎呀 只懂得迫害基督教的 那个政权 不是 他是世界文明的巅峰 罗马的法律 应该保障一个义人 一个无辜的人 不应该判死刑 所以比拉多 审耶稣 他重复口里面 那句话是什么 你又不记得 我查不到他有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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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比拉多想到一条绝招 我拉起巴拉巴出来给你们选择 选择谁 没有理由选择巴拉巴 这个杀人放火 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 是吧 我们要巴拉多想到一条绝择 按他十字架 罗马的法律 fail了 将一个无辜的义人 连那个十字架下的伯父掌 到耶稣断气的时候 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真是个义人 这个不是新经百战 这个是处死了不知几个死囚的官长 来到这一次 他拧下头 杀错良民 但其实更严重的疑惑 门徒心里面 一定会问 我们撇下所有跟从耶稣 有没有跟错人 没有理由跟错 他怎么叫你 他说来跟从我 不是 他加拿水面走 我们亲眼看到的 拿恩成寡妇的儿子复活 我们亲眼 还有拉撒路复活 我们见过的 五顶二鱼五千人 还有那次四千人 门徒可以数回 耶稣所走过的神迹歧视 没有理由看错的 但到最后 耶稣连自己都救不了 耶稣空有一番热血 很有理想 我要制世为坏 要改变这个不公义的社会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有什么用 刀头来 仍然是强权得胜 仍然是罪恶 其实会不会是上帝失败了 一个全心依靠父神的耶稣基督 上帝竟然撇弃他在十字架上死了 没有十二营天使 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十二营 其实那个就是军团 罗马军团 一个军团已经够了 十二个军团 我们都不明白 美国第七艰队 旗舰南岭号 现在在天尼地城 你知道吗 耶稣说 我有十二艰队 航空母舰 巡航导弹 没有的 哪有天使的 是 你心目中那些天使就没有 就是两对翼 黄金头发 长长白袍 没有 圣经都不是这么说 圣经是说 使者 我那次去完医院复诊 回办公室 去到九龙堂地铁站 没出站 心情很沉重 躲下头 急急脚地走 一个高过我的男孩 走过来我前面 站在我面前 很恭敬地 鼓鼓鼓鼓 圣长 你不认识我的了 不过我每天为你祈祷 都没说完 头有不回就走了 我站在那树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天使还是人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不是有对翼 金头发 白袍 那一只 是天父 客西马尼 有天使 来到 加 主耶稣力量 路加福音 有没有读过 有没有读过 记得吗 但是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父神没有救他 没有为他伸冤 没有神迹其事 他就是这样死了 上帝 上帝 面对 人 的 缥 面对 人的 罪恶 是不是束手 无策 门徒 疑惑 门徒 不信 你明白吗 你能够跟得到他们想着的东西吗 不是小信 是越想越不通 耶稣这样写在十字架上 这样埋葬了在坟墓里面 完了 过去多灿烂 多兴奋 什么都完了 所以西门彼得 对他的同伴说 我打鱼去 主耶稣说 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 撇下鱼望 是啊 还有什么好玩呢 所以复活的事实是什么 那一晚 门都关上 门徒因为怕犹太人 耶稣站在他们中间 愿你们平安 讲完 将手和腊旁 指给门徒看 你可以想象 门徒当时的反应 不是撲上去 主啊 我们等你等了三十五个钟 不是 门徒是不信 门徒是怕 门徒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门徒是一起向后退了三步 以至耶稣要说 你们看 是我 门徒看见是主就起落了 主耶稣再开始说 愿你们平安 多玛还说不信 复活的事实 是门徒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 虽然不明白 但是 这个是他们一起见证的 以马亚五斯路上的两个门徒 去坟墓的几个妇女 末大拉的马尼亚 西门 以后还一次过向五百个弟兄显然 最后显给保罗汉 主耶稣的复活的事实 对门徒也说是彻底扭转了他们整个的世界 不只是扭转他们的人生 这几天信报 附刊有个专栏 作者大概不是基督徒 不过他引用基督徒福音解读的见证 然后说 复活就是这样 新的开始 跟佛家所说的觉悟是一样的 对不起 复活的事实 不是门徒生命出死入生 门徒生命成性 门徒改变 不是 主耶稣是谁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生死是上帝认证耶稣基督 确是神的儿子 这个事实 门徒不能够否认 所以他们够胆五十日之后 站在同一个圣殿耶路撒冷 面对着同一帮领袖 罗马的巡护 他们说 这个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上帝没有失败到 耶稣没有自欺欺人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腹那里去 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基督的复活 让门徒明白 他们没有跟错到主耶稣 主耶稣的确是上帝所差离 独生的儿子 主耶稣宣布天国近了 你们应该要回转 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 温柔的人有福 是真的 为二受逼迫的人有福 是真的 主耶稣所走的 他如何在有需要的人当中医病 赶鬼 这个就是上帝的怜悯 主耶稣和罪人来往 没有嫌弃他们 这个就是上帝的爱 是真的 古往今来 只有靠着耶稣 我们才可以得救 原来是真的 这个是福门 不是门徒 说得 大家都很兴奋 没有的本来都说得有的 不是刚刚相反 你要努力 慢慢读清楚 福音书很诚实的记载 而事实上 如果你和我能够停下来 我们都会明白 对门徒来说 除非是事实 否则的话 其实他们一汗热血 一汤热成 在第一个七日的头一日 就已经烟烧云散 不过明白了这个事实 我们反而就面对另一个事实 就是主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没有叫十二军团 不是 来到彰显 来到彰显他的荣耀 主耶稣是先 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 然后第三天复活 所以复活之后 他要和门徒解释的就是 人子必须受害 被杀 然后进入荣耀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 圣经是这样解释 我们对上帝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一定是铲平那些不公义的制度 那些狗观 那些不适合我们的心水 不是 两个门徒向主耶稣提议 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 以利亚都降火了 主啊 用不用我们又学一下以利亚呢 耶稣怎样回答 你有没有读过 耶稣责备两个门徒 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冰钉 主耶稣没有说 第二天你就知道 在天上审判台前 我认得你 我记住你 主耶稣怎么说 你懂的 你背给我听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他拆我十字架的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如果中国教会 所有弟兄姊妹都这样祈祷 你猜上帝会怎么听 这个是主耶稣向我们显明的天父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你懂得背下去的 神的爱 什么呢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所有的人都拒绝上帝 认为可以凭自己的善行 就赢得 祝福 认为凭政治军事的力量 就可以带来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要上帝来做什么 真理是什么 是啊 十字架可以代表的 就是人拒绝上帝最黑暗的时候 请问上帝在哪里 最低限度都要掩面不汗 那才有dignity 不是啊 上帝在十字架上 上帝没有离开到拒绝 他的百姓 没有离开到懦弱的门徒 没有离开到 不移的帝国 福音仍然要传到地极 地极不是说南极北极 按照以赛亚书49章 是指外邦万民 所以使道行传一章八节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28章 保罗去到哪里作见证 罗马 这个是主耶稣所彰显的上帝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显明出来 而这位基督神的儿子 他竟然为我们死 死在十字架上 在坟墓里过了三十六个钟 死亡是最孤单的事 你病过就知道 你面对死亡 身边的人越陪你 你就越看到那个对比 因为他不用死 是你要死 不是 不是孤单 主耶稣在坟墓里面 三十六个钟头 他信得过天父的旨意 他的祈祷 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哎呀 什么耶稣 有其他的意思的吗 你都想到几个 是吗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知道 顺服上帝 上帝的拯救 就是在人人体来 最软弱 最羞辱 最没有把握的十字架 被举起来 却吸引万人 跪向主 这个不是我们的 红图壮志 这个不是我们的 政治理想 这个不是我们 要改革社会的梦 不是这些 成就上帝的旨意 不是靠我们 是啊 你今天 躺在床上 什么都做不到 做完化疗 最明白这个感受 三天三夜 Factique 上帝 仍然可以用你的软弱 去成就 他的救恩 你懂吗 耶稣基督 所彰显上帝的大能 是在软弱的人身上 显得完全 他不是和刚强的人 所以你们要去 什么 征服这个世界 使万民作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教训他们遵守 这样很慢的啊 主啊 是啊 福音就是这样 从耶路撒冷传到来香港 今天你和我坐在书 又去柬埔寨 没够啊 哪里没有福音的地方 我们继续去 这个是上帝的作为 在我们视为软弱 没有用的人当中 我们经历的 不是上帝的威荣 大国的力量 不是 我们经历的是 他的爱 面对面对背役的人 主耶稣只有 赴啊 赴免他们的祈祷 赴免是什么意思 赴免就是 如果他懂得回转 赴免就完成 是不是 就达到目的 那他不会回转 更大的赦免 这个是上帝的爱 我们不明白的 我们不甘心的 我们咬牙齿齿 我们挥着拳头 对我们的敌人 留心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主耶稣最后要征服的仇敌 不是人 是死亡 听得明白吗 复活的主 他跟彼拉多说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的子民不是要跟你争战 我呼召的门徒 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神的恩典 要临到犹太人 也临到希腊人 临到 我们不会叫圣母马利亚 不过 也临到本丢彼拉多 你说没有啊 彼拉多没有信耶稣 你知道他审耶稣的那段时间 他的太太跟他说过什么吗 你又忘记了了 还是你读过水过鸭背 圣经记载很多很有趣的蛛丝 即是你现在才问旁边那个 不要了 回家再看 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想象不到的人 不是透过强权 不是透过人数 不是透过财富 不是透过力量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钉受死 埋葬 第三天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圣经的记载 不是叫我们忘记了十字架 庆祝主的復活 从此之后 就是荣耀 基督的手和勒旁 仍然有伤痕的 我的勒旁都被医生开了个洞 插一条喉十四天 原来这个伤痕 在永恒里面 仍然在这里 即是有意思的 我们这一生所经历的 无论是苦难 疾病 痛苦 有意思的 在主耶稣的身上 看事录讲 在宝座旁边的 是被杀的高阳 不是那个穿着全副盔甲 拿着武器 信我者枪 逆我者亡 的万皇之王 万住之主 不要搞错 被杀的高阳 你读启示录 你读新约圣经 不要把我们的民间宗教 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报个节 的早上 我要停了 十二点二十三分 门徒 都未曾相信的 记得吗 还是疑惑的 还是不信的 最多就是 那些女人原来没有搞错 耶稣真的不见了 跟着有人回来说 我们见到主了 你说吧 我们见过主了 不信不信 主在他们当中显现 多马仍然说 我总不信 是啊 是啊 福活的事实 扭转的是人类的历史 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认识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不再是比特一个人说 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因此 他的教导是真理 他所行的 他所显明的 是独一的上帝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跟谁 我们跟这个世界 我们跟资本主义社会 谁发达 谁有钱 我们跟的是强权 威权 独裁 不是 我们跟的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是信得过 无论是生是死 你懂得背下去 总叫基督 在我们的身上 照常显大 復活的事实 说给我们听 一个我们无法能够逃避的真理 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回转 跟从他 这个是唯一 回到上帝面前的正路 我们同心祈祷 多谢主耶稣 你降生为人 取了牢博的样式 死在十字架上 更加为我们 承担我们的罪 也都将神的爱 显明 在我们的绝望当中 我们终于明白 你就是上帝所高立的 唯一的救助 我们没有信错道 我们只要专一跟从你 无论今天我们 在什么的处境当中 原来不是看我们 能够成就什么 是我们愿意 效法耶稣基督 跟随他 天天背起十字架 写记 放下我们的梦想 理想 我们的鸿图壮志 我们的ambition 我们愿意 成为你手中 合用的器皿 我们愿意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透过我们的软弱 可以让身边的人 认识主 让身边的人 得到救人 求你 阅纳我们这样的奉献 随听 我们众人向你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